他從非洲過來,現在他做IT 他不是做英國的工作 他做了國際社會,做了其他工作 他完全改變了我的生活 電車現在最重要的不是引擎 引擎就是馬達,電馬達很標準的 台灣就是很擅長的,做這些馬達 但是那個軟件,整個車要靠軟件去設計 日本就真的吃太多了 因為軟件,寫生軟件都是用英文 英文語言才可以令軟件更加 全世界寫軟件的人是用英文 令軟件都在英語世界裏面 英語不是屬於英國 而不是屬於美國 是屬於現在的網絡年代 全球引女的共同語言 如果你掌握到英文好的時候 我經常都說 你去到哪裏都可以做到事 現在來印度那些年輕人 懂英文 我本身來到非洲新聞的 我在英國的時候 在酒吧裏面見到很多不同外地的人 他們真的可以 他們說,我不需要住倫敦的 我住在卡迪也有 住在納晴也有 住在北一點也有 那些有幾個 我有個利物浦的粉絲 我們在那邊認識到 他說,他從非洲過來 現在他做IT 他不是做英國的工作 他做了國際社會 我做了其他事情 他說,我完全改變了我的生活 他說,你在非洲 你可以怎樣 我問他,你英文 他說,那個好像是 Kernia 以前是英國靜民地來的 他說,不過我給別人來 就勤力一點 所以我就標得快一點 他就勤力一點 他就標出來 所以我覺得如果日本 日本如果他們要改善他的經濟 我覺得他的英語教育 一定要急起直追 個人來說 我覺得 香港的小朋友說 你們英文一定要做得好 做得好 不是說 我應付到考試那些是太濕碎了 你一定要 現在這麼多工具 你只看那些劇集 你都可以提升你的英文 然後你去到哪裏 你就不用這麼多悲劇 你明白嗎? 當你去到一個陌生的地方 你英文流利 那你就可以結交朋友 結交朋友 你的人就不會這麼被孤立 容易進入到那個文化的環境 你真的不忍一路 你給我聽到那些人 我一定會把天堂 那些人